希希 这就是卧室啦 以后啊 你就住在这儿 喜欢吗 真好看 行 医生 你把自己的房子 让给病人住 做你的病人福利 也太好了吧 秦女士 希希是我的病人 至于你 你我之间 应该算是朋友吧 给朋友提供一个 借宿的地方 不算什么福利 回答得很熟练 一看就很有经验吧 这外面风景挺好的 我上来干嘛 你今天不是 把我眼睛打倒了吧 我就看不到清光 你有点不对劲啊 没有啊 没有不对劲 我们去那边坐吧 去那边 外面风大 我们回去吧 外面什么都没有 你神神秘秘地干嘛呀 真的 没有吗 不是 你特别强 不是 我们 我们进 不是 我们 我 glare呢 你不跟他 原来 只能看到我以前的广告 是吗 我 我没怎么注意到 我不知道 行 医生 你每天这么看着我 原来这么迷恋我 这可惜 要不然这样吧 咱们俩拍张照 就对着这个拍 然后挂到你们家墙上 我们也带个步兵 进去吧 风大啊 进去吧 进去吧 写什么呢 尴尬了 还是害羞了 都不是 上上我们家门锁的密码 你和希希先收拾 我走 对了 微信 好友申请通过一下 方便联系 希希微信你不是加了吗 加了呀 嗯 你有事联系希希就行了 毕竟我们就是 朋友 走 希希 姐妹赶紧出去呗 俊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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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给我着火了 小心 姐姐 发生什么事了 希希 没事了 你放心吧啊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伤着吧 我没什么事 就是希希想吃煎蛋 我就想着给她做一个 我做得挺好的 对了 你怎么自己进来了 我要再不进来 你把我加了点了 那可不行 这房子是你说借宿给我跟希希的 凭什么你说来就来 我要改密码 你改就改 谁怕谁 那你现在就给我给我 现在 行先生 我们是物业的 您家是着火了吗 行先生 麻烦您开一下门 等一下 我们让人家看见 以为咱俩同居了呢 我先回房间 那个没事 我这顾上烧点东西 我给忘了 现在没事了 谢谢 行先生 我们物业呢 还是要检查一下 您家的火警警报 有没有问题 放手 好啊 稍等一下啊 你干吗呀 微信 为什么信 微信通过了我就撒说了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趁我打结的人 以前不是 那现在是 好 不通过是吧 我听我通过 行了吧 行了吧 行天汉您没事吧 没事 实在不好意思 让大清早上你们跑一趟 没事没事 你人没事就好 我人没事 然后这火警报警 我也看了一下 应该没什么问题 如果你们实在不放心 要检查的话 要不改天 我有点事要数 那好吧 那就改天吧 您先忙 要不我们就先走了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来 谢谢 行 芝芝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你这叫人面兽心 没想到一个医生 能干出这种事 我真是服了 这干什么 我就想确认一下 你是不是把我拉黑还是伸出 行 芝芝你行啊 长着一副唇凉无害的样子 没想到这么多坏心 这边 这边 小心一点啊 小朋友们 你们看看行猪肉来了 行猪肉来了 你们好 行医生 来了今天 带这么多东西过来 我去告诉院长 他知道你来了 一定很高兴 老师 别生气 那个我一会儿可能就要走了 那个你就随便逛逛 你把这东西先拿进去 好吗 好嘞 好嘞 谢谢行医生 没事没事 好嘞 走 因为我很久都没来这里了 嗯 嗯 你好像 有哪里不一样了 小佳 嗯 你相信齐玉吗 齐玉 嗯 遇见了以为再也不会有交集的人 跟他共同度过了一段 非常奇妙的事 你看起来挺开心的 每天都有期待 但还有点小紧张 就像 你拥有一盒 不同口味的巧克力 打开之前 你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口味 喂 喂 杏志志 西西发烧了 医生家里没医生 你赶紧回来 嗯 好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啊 这就是你的体育啊 好 走了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长大的 我啊 大概小学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很喜欢 很信任的好朋友 但他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不高耳边了 真巧啊 你那个没有遵守承诺的朋友 也是那个时候长大的 你的爸爸去世了 对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 没什么对不起的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早没关系了 对不起啊 对了 杏志志 喂 我想跟你说 希希的心理辅导 能不能再缓一缓 为什么 希希不是说她不想去吗 我长大了 不开心 但是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 我想让希希再做一做小孩 哪怕只有一天 就让她任性 就让她高兴 我明天正好想去一趟商场 我要带希希一起去 去给她买一些她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好看的衣服 或者是画画的工具什么的 只要能让她开心的事 我想为她做个遍 好啊 正好我明天休假 陪你们去 真的假的 杏志志 我告诉你我可是很昭黑的 你出去跟我瞎溜达 如果要是惹出什么麻烦的话 我可不管了 没事 我乐意 随便 对了 小胖子 明天晚上不用等我吃饭了 我要回趟我家 好啊 得让大家知道咱们秦匪 不是拿慈善作秀的主 谢了 但我用不着 她说谢了 但是用不着 好啊 你有话就直说 别把自己憋坏了 秦匪 你能不能跟我说说 你这个脑子是怎么想的 我就不明白了 路人随手拍的照片 公司发现了 花钱给买下来给你做宣传 你就不答应 不乐意 就把我们电脑给合上了 你怎么想呢 你是不是嗨这个呀 别人一骂你你就高兴 你就兴奋 是吗 你让我直说的啊 我是让你直说 但我没说让你拐着弯骂我吧 任思琪 我知道你想让我翻身 我明白 但是咱是不是不能只顾着自己啊 明明知道前面有坑 还把人家行指指往前面推呀 还有那个西西 她是来复健的 你说你把人家曝光了 这事合适不合适呢 李星思考冷静回答 我跟你根本负不了这责任 可是秦斐 你的职业是个艺人 你不是艺工 你顾着行医生 顾着西西 你自己呢 你的事业 工作 不要了 要 但不能通过这件事 你不用往后退 我是想跟你道个歉 我确实应该跟你说声对不起 这事从头到尾 我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咱们俩要认识也挺多年的了 除去同事关系 也应该算朋友了吧 所以我现在 想以朋友的身份拜托你 帮我一把 你都这么说了呢 我还能说什么呀 谢了 那照片的费用从我账上出 我走了啊 你等等 我多说两句啊 你跟这个行医生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一般朋友那有什么关系 我怎么觉得不像啊 你看这行医生我觉得 长得也挺帅的对吧 你一直在护着她 你是不是有点喜欢呢 回来了 怎么样 没什么事吧 能有什么事 没吃饭呢吧 我给你拽一下 我给你拽一下 吃吧 来 西西呢 怎么样了 睡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试探了一下 还是不想去 可西西的经理辅导 不能拖太久吧 对 理论上是 但是我倒觉得 你那个方式 可以再试试 真的假的 欲速则不达嘛 可我不是也说了 不能太心急 也不要给她 太大的心理压力 让她去做一些 感到开心的事吧 那这个我擅长啊 只要有你这句话 我就带着西西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到处找乐子 吃吧 你妈是不是来湖海了 今天晚上本来是打算回去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 别跟我说你会酸挂啊 我看你买那些东西猜的 有事耽搁了 算是吧 没事 随愿 随愿 有些关系要是随愿的话 随着随着可就没有下文咯 行医生 我这个人可是很笨的 有话敢不敢直说 干吗还这么严肃啊 我就是觉得吧 随愿 就是明明心里有所期待 但却怕做了没用 所以嘴上才说了随愿 其实 是一种逃避的心理状态吧 点我呢 没有 我只是关心你 没想到我们行医生 还有当深情男主的潜质 我接上你去演戏吧 如果不是演的 你敢接吗 别看了 别看了 品牌放单方面把我登了 我还赔了一大笔解约费 有意思吧 我知道 你知道 我就是觉得他们对你 太不公平了 你知道吗 那你是除了公司以外的人 第一个出面维护我的 其实 我挺担心的 明天的演出 万一西西不喜欢 或者觉得讨厌的话 会不会因为这个也会讨厌我 如果我是西西的话 我肯定会喜欢你 我不是那个意思 西西还等着呢 着急着急回家 你不是那个意思 什么意思 我刚才你说的话我怎么没听懂呢 然后 武女失去了西兵 可却拿到了那颗勇敢的心 她希望把它送给下一个勇敢的人 找回世界上最宝贵的勇气和力量 西西 你愿意成为那个勇敢的人 代替西兵和武女一起跳舞吗 我 西西 拿到这颗心 它就属于你了 西西 你愿意吗 来 你赶紧来 你可以的 对 彩柱 你小心点 来 彩文 对 来 西 小心 成棒 西西 摘下这颗勇敢的心 那就属于你了 我帮你戴上吧 真好看 真好看 谢谢姐姐 谢谢 怎么哭了呢 拿到勇敢的心 就不能清一掉眼泪了 我已经拿到了勇敢的心 我想做一个勇敢的人 我相信你 那行 哥哥 还有格物姐姐 还愿意帮我吗 当然了 穿上这个 我们重新出发 我们一起 来 喜欢吗 喜欢 姐姐 一起加油 加油 加油 喂 大明星 你火了你知道吗 你又发什么疯啊 你在家呢吗 你能看见星海大厦吗现在 能啊 快快快 赶紧看 管管玩儿 我 看见了吗 任思琪 你是故意耍我是吧 什么都没有 等一下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你等等啊 我就在底下呢 我 我骗你干吗呀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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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自己还不知道呢吧 我跟你说 微博已经炸了 我就说了吧 这件事只要一爆出去 你的口碑绝对大逆转大翻盘 你 行哈 这波操作可以啊 我说不让我发照片呢 合着是请了高人 秦伟我跟你说啊 你绝对不会一辈子倒霉的 这老天爷呢 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啊 你看 这是我画的 这是你呀 我为什么是个刺猬啊 你难道不是 对对对 还有个事 就在刚刚啊 萧总给我打电话了 你这两天赶紧收拾收拾啊 准备进组 救援大作战 常驻下命 哥哥 你一定要把你件大事办好 把秦伟姐姐失望了 什么大事 是我什么 行吗 好 好 是 你 有 是 一些